台本土新增了有兩例 其中一例在新北 那麼為了因應境外移入 Delta變異株的疫情 指揮中心也宣布 即日開始一直到9月9號 會強化桃園第二級的疫情警戒相關措施 機組員的檢疫也會即日起變延了 而在新北市這邊 他們的做法會是如何 我們帶您來掌握侯友誼的說法 來自胸胸的第二打病毒 新北市一定會全力的備戰 做好萬全的準備 也請市民朋友 大家安心 我們大家同心其力面對 有可能下一波來的第二打病毒 我們要全力來備戰 謝謝 謝謝市長的說明 接下來進行媒體提問 首先先帶電子媒體提問 第一題是和疫情相關的問題 TVBS李品儀 以及民視李玉翰問說 桃園經濕而確診 中央已提高因應機制 因為怕可能是Delta病毒 雖然是在桃園 但北北基陶生活圈 市長要如何因應目前Delta 可能進入 另外桃園於9月9號前 強化二級警戒 請問新北市有沒有相關 因應措施或提高層級 我剛剛已經說明很清楚 我們面對桃園這一次機師 以及機師的家屬確診的個案 我們用四通Delta病毒來做看待 因為機師會到澳洲 那澳洲這一段時間 被Delta病毒 可以講非常的細念 很嚴重 每次確診已經是1100例 所以在這樣一個狀況裡面 我們要四通Delta病毒的狀況 來嚴格落實防疫 那新北市跟桃園市 其實有某部分是共同的生活圈 除了我在第一個時間 特別要求教育局 跟桃園的教育局 大家一起聯繫 有沒有新北市的孩子們 就讀那個高中 有沒有他們在這裡面有共同的職機 這個部分我們都一直在釐清當中 但是一面釐清以外 我們一面也要求前面提高 強化二級的前面備戰的態度 我們試整個疫情的發展 我們會滾動式調整 來讓新北市能夠潛力迎戰 Delta病毒 所以我們才會有強化 防疫旅館的防護 確保檢測以及增加醫療量能的盤檢 以及完成學校快速施打疫苗的部署 至於境外生也會提醒大家要入校前 要跟我們合作免費施打PCR 以及建立中央進宿規劃第三劑的施打 那這個部分也就是我們剛剛提出來的 希望大家一定要把它當一回事 而且當成Delta病毒進來 前面迎戰才能夠有效的控制疫情 接下來是防疫生活相關的問題 民視杜宜學問到說 中秋節快到了 請問新北會開放河冰烤肉嗎 目前新北市 針對擔心會Delta病毒的入侵 在新北市治病的做法 也是從原來處理的 之後會做一個滾動式的管理 而BNT疫苗 之前提到